有個女王的氣氛 那人吼 真的最搭的 剛剛喜歡吃好吃的東西 誰喜歡吃藍色的東西 也是喔 如果鈴鐺罷後 手露面任很生疏 張正教授 鄭中記 直播就是笑話 我生了一顆 我喝 說再見 說了又能怎樣 到底都要好想探診 按著按下去 他真的不能要求傷害你的人 給你安慰 電影按程式 十組台北故事串聯 始終集結各地的大咖演員 就連香港女星鄭秀文 也來咬一腳 他跟Tammy姐的這個故事 看到他有這個氣場很強 他也太強了 他有屏蔽掉自己的氣場 對 不然就是大家會暈倒 其實我們在電場滿緊張的 對 有個女王的處女王 那人很好 對 對大家都很好 剛剛喜歡吃好吃的東西 真的 誰喜歡吃藍色的東西 也是喔 好 如果有遇到這樣的人 我再跟他分享 對 現在這次是小梅子 海賬做新手日動 還不容易 很滿新鮮的觀光 拇指君安 對 哈哈 就是很久耶 在這種分工下 是有一點點熟悉 有一點懷念 可是又有一點覺得 好像那個... 身分不一樣 看待這件事情的角度 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好像是以小朋友為主 因為比我早上還帶小朋友 去搞預防燈 今天 對 但平常如果以前的話 是不敢早上 不敢早上還有事情 對 以為我認識的香港人來說 你好臉才 正在劇中 就是跟鄭中基有很多 像是搞笑的橋段 我們不是搞笑的橋段 我們整個故事都很好笑 好 對 整個就是一個笑話 跟鄭中基一起合作 很開心 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演員 雖然大家看到他的作品 很多都是以搞笑為主 但實際上 私底下他不是這個樣子 非常冷靜 但是他是屬於 冷面校將那種 而且滿多親密戲的部分 那演起來會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不會有特別的感覺 就是嘉欣跟我 其實在開拍之前 我們彼此都會溝通 因為熟悉 所以都很放心 把自己交給對方 所以有沒有排練 或是那些動作戲 親密戲 動作戲 親密戲 親密戲 呵呵呵呵 小偉 這也在打個電影 小偉那邊沒有 我覺得那個動作戲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的動作戲 其實也是滿魔幻的 我們應該比較像 我覺得應該 想說得開始髮型 髮海 髮海